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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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構词學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大綱 第一個是重點提示 第二個是單元定位 第三個是課程內容 第四個是總結重點 第五個延伸閱讀 第六個資料來源 首先我們重點提示 提到的第一個就是 什麼是構詞學 第二個是構詞學底下 有哪些概念 第三個是這些概念 第三個是這些概念 跟軟體設計呢 有何關係 再過我們看一下 單元的定位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之前有學過了語音學 然後今天要講的是構詞學 然後再過來會講的是語法學 再者第四個呢 是語意學 第五個呢 是篇章語言學 再過來是語用學 再過來是語用學 第三個課程的內容 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要講的 有哪些概念 第一個是morphin 就是池的最小意義單位 第二個 就是池類 第三個 就是前綴 也是個 也是個 sufic 就是後綴 再過來就是 composition 複合詞 我們看一下 morphin morphin 它其實呢 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形態學 跟構詞學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形態學的意思是 就是有些語言呢 它就是一個很長的字 就是一個句子 它裡面包含有主詞 動詞等等的 這些我們叫做形態學 就是形態學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語言它就是一個字 有些語言呢 是不同的單位組成的一個句子 那就是不同的單位組成一個句子 我們叫構詞學 那這裡主要探討的就是 詞類跟詞類化分的標準 那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概念就是morphin 它是詞的最小的單位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說它是一個基本的成分 它已經沒有辦法切割了 一個字就是一個意思 譬如說不 它就是書 它沒有辦法切割 3 3 也沒有辦法切割 還有s 他 也沒有辦法切割 那word item呢 詞類呢 它主要是根據句子 就是你的成分 在這個句子的功能呢 來分為名詞或動詞等等的 這個叫做詞類 Play fix Play的就是在前面 就是吃飯之前附著的語數 或者是稱為不自由語數 我們都叫做play fix 舉個例子 un lessbar就是沒有辦法讀出來的 那這個un 在前面 它自己沒有辦法單獨存在 那它就是前綴 或者是呢 war vibe 原始的孫靈這個war這個字呢 也叫前綴 所以它沒有辦法獨自存在 那什麼叫做磁幹呢 磁幹就是主要的成分 比如說un lessbar的les 還有war vibe 它是一個獨立的意思 它叫做主幹或者是磁幹 我們看一下sufi suf就是後面 所以是後綴 就是磁幹之後的附著語數 比如說之前的那個un lessbar 沒有辦法讀出來 那個bar就是後綴 然後我們再過來看一下composition 複合詞 它主要是指兩個詞 所組成的一個詞 叫做複合詞 比如說schlattish schlatt是書寫 tish是桌子 schlattish 合在一起就是書桌 再過來basser melón basser就是水 melón是瓜 所以合在一起是西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跟軟體的設計之間的關係 這種知識呢 構詞學呢 它可以幫助電腦去認識不同種類的詞彙 然後以便於幫助電腦正確的去切割詞彙 那就是必須要懂得詞彙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哪些成分是屬於同一個字 而避免切割錯誤 我們現在來總結重點 morphology所謂的形態學或構詞學 它探討詞類 及詞類劃分的標準 morphin呢 它就是最小的意義單位 what item的話就是詞類 就是根據句子個別成分的功能 我們分為名詞或者是動詞等等的 plafix就是前綴 就是詞幹之前的附著的語數 叫做plafix sulfix就是後綴 就是詞幹之後的附著語數 叫做sulfix 那我們看一下延伸閱讀 同學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語言學的導論 張文軒跟李靖之翻譯的書齡出版的1999年 那同學可以參考第七章字與構字法 還有第八章形態學